好 今天我們準備試圍 他們工作都不會笑 不能笑 可是我們有給你一個線索 來 第二個 第一個線索是 林巧雙手 這樣不能笑 手不能笑 出事他會找他 出事 千萬別找他 那個就是 我覺得是救護車的救護人員 牙齒救星 牙醫的牙醫嗎 那牙醫怎麼不能笑 第二下就弄了你牙齒 那牙醫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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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牙醫好 厲害 牙醫是為什麼牙醫幫你笑 正常的言談跟病人交談是可以的 只是說如果我們邊看診邊笑 其實也就滿像瘋子的 滿尷尬 有失專業的感覺 而且被你弄得這樣 請問你現在在笑笑向我 對 怎麼樣才決定要當牙醫 其實我第一次來國光的時候 牙醫就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點忘記有沒有解釋 對 沒有 你可以 你不是說這樣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嚇到牙醫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很久以前的事情 觀眾都忘了 在一起我們還是很有興趣 對 再講一次好了 請再講一次 好 謝謝 其實就是我剛剛 我高中的時候 本來不是想 我是想要去海外念 聽過了那不要再講 喂 不要這樣對我們的來賓 好不好 好 夠安 妳那時候怎麼樣 我那時候是 申請到港大 香港大學跟港科大 去讀物理系 他也有獎學金 然後那時候我很想要出 出去香港念書 那後來是因為我爸爸他 那時候很堅決希望我留在台灣 念醫學院 所以就後來就照他的 就照他的意思就讀了 聽爸爸的話 其實滿好的啊 張雅姨 對啊 你們看診 表情太嚴肅會被投訴 為什麼 表情太嚴肅 應該是說跟病人講話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牙科算是服務業 其實現在很多的病人 都會注重我們跟他 講話的態度 講話態度 主要是這樣啦 那可是玉琳哥這種態度的話 會被大家也投訴 你也太嬉皮笑臉了吧 因為有的牙科很調皮 他就是說要親民一點 可是又要太過頭了 來喔 數到三把搖 1 2 3 沒有數到四 沒有數到三拔牙 對 他沒數到三 他數到二就拔走了 對 他自己覺得幽默啊 看人家嚇一跳 小孩子的乳牙吧 這個常常在上節目之後 那個對你的醫院 這個生涯有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變成有些粉絲啦 可能就會來說 劉醫師 我看完在節目上 怎麼樣怎麼樣啊 那想說來看一下你本人 是不是跟節目上一樣 那就來找你聊個天 我跟隨便洗個牙這樣 就會變成比較多 這一類的患者 所以妳診所在哪裡 我有兩間 受聘兩間 兩間 受聘 受聘 學長姐的診所 不是我拍的 對 以為這邊早上幾點到幾點 那邊下午幾點到幾點這樣 對 那妳就自己開就好了 妳幹嘛 在那邊寄人家 我跟你講 你今天好像很肚爛爬著 沒有 那鼓勵他 那邊是弄的 以他現在的資歷 以他現在的資… 以他現在的資歷 他已經可以自己 沒有 資歷太淺了 這種喔 是做生意是這樣 像有些髮型師 他很厲害 可是他為什麼一直不願意 自己去開 那你就要開始盡力 盈虧自負安理 一大堆的 只要自己做好自己那一塊 就是等於賺他自己的錢 就好了 對 妳還沒講在哪裡 以前在基隆 以前在台北市的大安區 而且男女這樣很忙耶 有沒有男朋友 現在單身一年 我覺得在牙醫的環境 尤其是女醫師 其實有點難交到男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 以前人家牙齒對不對 一開口就 你的牙 不是 因為我們工作的環境 我們工作的環境比較封閉 就是診所 那可能就是固定的男醫師他們 那可能有一些學姐 女醫師 那不會跟病患產生情緒 不是 醫病關係 就是有一定的距離 不是 你們還有怪人去找你 怎麼樣怪人 偶而會有幾個 就是像有一次 我印象還滿深的一個例子 是有一個患者他約我的診 那他約得還滿晚的 大概是八點四十五那邊 就是我倒處第二個患者 那他進來之後呢 就坐在後診區 那也都不說話 然後就一直看著我在診間裡面 這樣 然後後來他進來之後 我就問他說 怎麼了嗎 就今天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那他就說 他要洗牙 那我在幫他操作的過程中 他就這樣一直 盯著我看 就是 完全不眨眼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那洗完之後呢 我跟他解釋他X光片 有哪邊怎麼樣... 他也是盯著我的臉看 然後也完全沒有在看X光片 然後就 就看著我的眼睛 那我結束了之後嘛 我就請他出去 那出去之後呢 他又回到後診區坐下 然後就 又盯著妳 不離開 然後護理長就過去問他說 怎麼了嗎 就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那要從前掛一支號啊 繼續再看 他就不說話 他也不說話 也不回答 就一直坐著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剩下我一個女醫師嘛 其他醫師都離開了 還有我的助理跟護理長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點 害怕 有點害怕 都是女生 真的 對 那是還好 因為我最後一個病人是男生 然後他還跟我們講說就是 有什麼事情的話他還在 我們不用怕 那是後來護理長把男醫師 他們叫回來 那個病人才離開 這麼難處理啊 他離開之後呢 他又跑回來就是貼著 玻璃門往內看 那會很恐怖喔 再來就要報警了啦 護理長說再不離開就報警了 那就是 走路的時候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他是正常 他不是飄過去 你要確認他有沒有影子 這比較準確 有...他有影子 我有看到 有Shadow的那一種 那他有沒有一直在西鄉 我不知道 沒有 我問你 他沒有西鄉 他吃蠟燭 那一起 吃蠟燭是 你說你年輕的弟弟 年輕的弟弟也沒有辦法提倡魅力 國女朋友來給你送來 弟弟 沒有啦 那個是一個很可愛的十八歲的弟弟 他就是來找我看第一次診之後 他就很喜歡我 然後就開始 每個節日啊 他都會來 等中秋節他就 掛號看診 然後就 然後我的生日呢 他就 帶了一條手鍊 跟他寫的卡片 說是他打工的第一份薪水 然後買禮物送我 然後再洗牙 哇塞 就他可能就說 因為洗牙只能半年一次嘛 那如果節日太靠近的話 他就要找機會來 他就說我這邊總起來 不舒服喔 他會沒得洗 然後就 是沒有 可是我借... 他當然可以借你二十幾次耶 牙子幾個 二十幾個 二十八顆 三十二 他可以借你三十二次 對 有字詞的話三十二啦 沒有字詞二十八顆 借一次 拔一次 會死掉 他就會說我這邊 我看一次就拔你一次 我沒有 我就幫他檢查 沒有問題 然後通常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可能就是來 送我一張卡片 那可能 情緣節就送我一束花 跟他寫了卡片 這等於 有點小厲害的感覺 節日他就出現了 母親節他還送我 一盒禮盒 然後說要給我媽媽 母親節 那情緣節他有沒有去 沒有 重陽節會來吧 重陽節 九九重陽節 中陽節他在他門口 幫他 我幫你補渡喔 沒有啦 那後來怎麼樣 後來你們有結果嗎 消成正果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就不見了 單純的弟弟 他現在有結日還是會 十八歲還是單純 單純不單純 沒有 十八歲弟弟都已經會那個 提搭了 那你真的會啦 對啊 現在是單純的 交到男朋友 交到女朋友了沒 你為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咧 對啊 姐弟練OK啊 沒有 而且他現在不止十八了吧 對啊 他應該十九了吧 對啊 十九 那你趁他體力好的時候 你要等他怎麼之後 我喜歡 我們不要跟那些變態的那種 什麼 請問請問 謝謝看 不管 vara 是 逮捕 十五 雲 八 似 dedicated 都是 你 雲 你們 最